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 主持人 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到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是中国复长开放之后以实体形式来举行的本届的论坛 而且是在地缘政治紧张 两场战争来同时在进行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来召开的 所以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 想请问一下您的观点了 您会如何来评价一带一路框架之下所形成的新关系 而有哪一些会议成果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一带一路论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那么现在国际局势比较动闹 俄国冲突还没有结束 国庆节期间八亿冲突又发生了 并且现在还没有平缓的迹象 而美国呢 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 加剧了局势的升级 这也使得八亿冲突的升级呢 现在来看可能比较难以避免 所以联合国也是在采取一些措施 来尽量避免冲突升级 而一带一路论坛呢 则是和平的发展为主的一个论坛 我们是为了在一带一路国家 加强贸易联系 同时呢给很多一带一路国家 建设基础设施 包括机场啊 高速啊 港口啊等等 大大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 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通过亚特航 给这些一带一路国家 提供低息的长期的这个贷款 从而呢 帮助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 可以说呢 是起得了很好的这个示范作用 这也是形成了国际的新的关系 就是互帮互助的关系 而不是像美国主导之下 那么到处挑起战火啊 挑起这个事端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样的新的关系呢 也是受到世界上 一半以上国家的这个支持和欢迎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呢 都已经加入到亚特航 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 而本届一带一路呢 下个月即将召开 必然会引起全世界的这个关注 这也有利于呢 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 提高出口贸易的增速 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一带一路论坛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 能够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 做基础设施 提高呢 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呢 对促进我国经济复苏 提振的出口贸易 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个一带一路的成果与成效啊 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再说到内地的数据好了 昨天看到国同局公布了 内地三季度GDP数据 同比是增长了4.9% 那么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 那么国家统计局啊就表示说 四季度只要增长4.4%以上 就可以保障是完成 这个全年5%左右的一个预期目标了 想请问啊 您如何来评价第三季GDP的表现 那么即使今年大概率会完成 这个5%的经济目标 但是好像从昨天这个市场的 一个股市的表现来看啊 似乎对此并没有一个积极的反应 您觉得大众现在如何将 5%左右的数字 要去看作一种常态化的表现是吗 同比局公布的经济数据呢 显示五国经济已经开始复缩 但是力度不大 属于弱复缩 那么三季度单季的增速呢 为4.9% 前三个季度呢 为5.2% 和市场之前的预期呢 基本一致 那么从分享来看呢 消费复缩啊 较为平缓 这个社会消费品领数总格 增速呢 也是在各为数 但是呢像机材汽车 充电装 光复发电等行业的增速呢 比较高 成为呢 工业行业中增速比较高的 而聚集性消费呢 表现相对突出 比方说像餐饮啊 旅游啊 住宿啊 出现了较快的这个恢复 这也是经济增长的亮点 我们看到双截期间 很多任何景点 人满为患 高铁票 飞机票 一票难求 很多高速公路呢 堵成了这个大的停车场 这说明人们的消费需求 已然比较旺盛 但是由于啊 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行业出现了呢 这个经营困难 而经营率呢 也出现了下降 所以导致人们消费的信心不足 也出现了予于房市的储蓄 消费增速呢 保持了一个较低的增长 那么工业生产呢 基本上是处于恢复的状态 从7月24号 中央政治局会议 发布中报决议 要求全力拼经济 随后呢 多个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稳经济增长的政策 现在这些政策的效果呢 正在逐步的体现 但是呢 还没有反映到 三季度的数据里面 预计四季度数据呢 可能会有所改善 那么全年完成5%的 GDP增长目标 问题不大 但是呢 从这个经济增长的 这个速度来看呢 已然是偏低的 所以对于资本市场的 支撑作用不大 我们看到近期市场呢 在考验三经典的 整数关口的支撑 而市场做多的信心 比较疲弱 资金呢 流出现象比较明显 这也意味着 要想提振 市场信心 活跃资本市场 还要在政策上 进一步发力 放大招 比如说在楼市方面 尽快地 给楼市全面松绑 将一线城市 限购限贷 限价限售 等行政性限制 全部取消 吸引更多高净值人士 进入到房地产市场 推动一手房 二手房的销售回暖 从而让房企能够 想办法自救 防止出现破产风险 那这些呢 都有利于提振 经济增长的预期 一旦经济复苏的预期增强 那对于股市的支撑作用 也会更大 所以对于四季度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呢 就是政策上要放大招 那么无论是财政政策 还是货币政策 以及楼市的政策 化解地方债风险政策 都有望出炉 那这样的话 经济下降的趋势呢 就有可能会扭转 那资本市场呢 也有望走出一个 态度反弹的走势 主持人 那么目前来看 全年完成5%这样一个目标呢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能满足于 这个买5%的这个数字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套数字好了 9月内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同比增长了5.5% 其中呢 汽车类零售同比增长2.8% 那么这个数字啊 在8月只是增长1.1% 而7月则是下降了1.5% 那么当然了 这当中也是有这个 节日消费的推动 但是也不难看得出啊 这个汽车行业表现 也是确确亮眼 那么在现在内地的房地产 掩旗息鼓的情况之下 汽车行业会不会成为 经济当中扛大旗的一个行业 而带领上下游产业 实现突破呢 现在楼市呢 确实比较低迷 很多城市的房地产的销售量 大幅下降 二手房的成交量呢 只有之前高峰的20%到30% 那么人们对于晚房的信心不足 加上限购限贷等措施 使得呢 有钱买房的人可能已经没有资格 而有资格买房的人呢 又没钱买房 所以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比较威力 那么人们除了买房之外呢 最重要的这个投资就是买车 所以今年汽车市场还是出现了正增长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今年呢出现了35%的正增长 虽然相当于去年翻倍增长呢 有所回落 但是由于技术变大了 去年五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 680万辆 那今年的话呢 有可能突破900万辆 成为呢 这个继续保持啊 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国和销售国 而从全球啊 汽车生产的厂家来看呢 中国的厂商也是占据了 全球的这个 千世线的大多数的席位 这也说明五国新能源汽车呢 已经逐步的实现万道超车 并且实现了汽车的出口 今年呢 五国汽车出口量 可能会突破400万辆 从而呢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那么在国内汽车市场呢 初步饱和的情况之下 那么开拓出口市场 像这个一些啊 汽车保有量较小的国家 出口汽车 是比较好的一个战略 那么汽车呢 也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 里面呢 增速比较快 那么汽车未来呢 还会继续向智能化 自动化 以及电通化 转型 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呢 开始生产新能源汽车 我认为呢 新能源汽车 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增长 成为呢 五国工业行业中 增长区率性比较强的行业 嗯 这个新能源汽车 可能还是大势所趋啊 另外看到最近啊 美国商务部是公布了 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最终规则 并将多家中国实体增列入到 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想请问您呢 是这个硬件的短缺 真的会拖累到人工智能的革命吗 而中国的高端技术会因此 在与西方的竞争当中来落后吗 您觉得 美国呢 对于中国高科技的打烟呢 主要是在一些卡布兹项目啊 特别是这个高端芯片 是属于呢 我们短板啊 美国呢 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那么近期呢 又进一步收紧了这个管制 那么前段时间呢 发布了Mite60首期 虽然没有标注5G啊 但是从明天的数据来看呢 已经是达到5G的水平 这也意味着呢 我国在芯片方面 已经实现了一顿突破 打破了美国的这个制裁 当然美国在芯片整个产业链上 对我国进行这个制裁限制 也影响了我国在人工智能 5G等领域的发展 这也是美国呢 希望达到的这个目的 但是呢 美国的限制啊 并不会阻碍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 发展 因为呢 现在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之中 谁错过了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这个进程 可能就会落后 就会挨打 所以我们在芯片半导体研发方面 将加大投入 那么在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 从而实现的强国强新计划 能够在高端芯片方面实现突破 我们将芯片半导体的研发 已经放到实俗规划的第一条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在这个领域的投资额 还会进一步自纳 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龙头企业 将会担负其啊 这个技术研发的这个重任 打破美国的这个制裁 那么比尔盖茨前段时间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美国在芯片方面 打击中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这相当于逼着中国去投入研发 那么最初将会突破美国的限制 拥有自主残权 这样的话相当于美国 拱手将高科技芯片领域的 龙头地位丧失 也让美国的企业遭受 重大的一个打击 是得不偿失的 我相信呢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不会受到美国制裁 太大的这个影响 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是有希望的实现突破的 我们也是希望 这个美国的持续打压 可以造成一个中国的 一个逆袭的局面 您刚刚也是提到了 这个华为 自从出了这个Mate60系列之后 就是销售也是非常的火爆 那你直接要是订购的话 暂时是拿不到心机的 所以它的这个产业上下游 也是迎来了一个 华为概念的一波热炒 那我们就想到了谁呢 想到了就是苹果手机 那么就在iPhone15系列 中国销售预阻之际 库克是到访了中国 在成都是掀起了一波热闹 本周就有外资投行发表报告 说华为是已经超越了苹果 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 那么面对华为新面世的这个新机 以及传言中国在部分的企业 使用iPhone的限制会加大 那么您觉得这个苹果 未来会逐渐缩小至 中国市场的一个市战吗 而华为的火爆 您觉得还能持续多久呢 苹果手机从销售量来看呢 已经落后于华为 华为实现了逆袭 但是呢 从利润来看呢 苹果仍然是要领先的 那么国份的数量已然庞大 并且苹果呢 在应用啊 技术啊 这个宝贝啊等方面 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啊 所以在国内的这个手机呢 不大可能会出现一支独秀 苹果和华为呢 有可能齐头便进啊 成为这个寡透垄断的这种格局 这种可能性啊 更大 而华为呢 在技术上实现突破 那么华为手机的性能 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善 特别是华为设计出来的手机呢 更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可能更受呢 一部分追求啊 高性能 高性价比的 用户的欢迎 但是苹果呢 它还是有自身的优势的 所以在中国市场 也不会全面落败 而美国的企业呢 一直是希望中美关系 能够和中美的贸易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 一年有7000亿美元的贸易额 美国的企业家 对于中国都普遍友好的 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 比如说苹果手机啊 25%以上的销量 是在中国销售的 而80%的iPhone 是在中国富士康组装的 所以说这个中国的市场 中国在工厂啊 都支撑了美国很多 尖端的这个制造业啊 所以想脱钩 那种可能性啊 并不大 所以我们对于苹果 在中国的发展呢 不必过于这个担忧 可能最终和华为会形成 管它入乱的格局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德伦先生 今天早上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带来了精彩的分析 那我们这一节的财经世界 也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